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他是阿愛 他是阿肥 我們來到新一期的食玩分調查 今期我們來到灣仔吃下午茶 你在發夢嗎 下午茶 現在差不多六點了 對呀 我們在灣仔碼頭的二樓 叫Pier 1929 吃下午茶 有幾個時段 不過由六點開始 順便看看日落的畫面 好了 事不宜遲了 都開始肚餓了 吃一個遲來的下午茶 好奇 在我們調查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按旁邊的鐘聲 我們一出新片的時候 大家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調查開始 這個Pier 1929 其實就是在灣仔碼頭的二樓 走上去就可以了 我們事不宜遲走上去 我們終於進來了 這裡我們由六點開始 限時是兩小時 我們的Tea Set 裡面就有不同的款式 或是看看Menu 一開始 每人就會給你一杯氣泡酒 剛剛喝過了 有一點點甜 也挺容易入口的 另外這個套餐 每人還會包一杯飲品 可以選擇茶 或者咖啡都可以 我們當然選擇了茶 首先說一下環境 其實在外面等候進來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打卡位 我們都已經拍完一輪照 進來的時候 真的挺漂亮 因為這裡圍著 全部都是用落地玻璃 還可以看到海景 還有它這個樓底是比較高的 所以空間感比較大 不會太局促 不過它這裡的音樂 就會稍微大聲了少少 我們事不宜開始吃了 首先當然要試一下鬆餅 這個鬆餅不算很黏 但我覺得不夠鬆化 而且裡面的蹄子 我覺得都算幾多 但我覺得它的質感就一般 不是特別好吃 但味道是OK的 另外這個鬆餅 你也可以選擇塗些忌廉 塗些草莓醬 都可以 但這個醬來講 相對比其他酒店的省事 是比較少的 試試另一個限點 試試這個咖喱雜菜坯 我覺得是有少許咖喱味 但我覺得它的質感不算鬆化 而且我覺得有少許咖喱 當然啦 主要說是不好的 都算合格 但不算是很經驗的一種 好 我試試另一種咖喱 就是大蝦山葵沙律醬多士 我看這個多士 就不是太細塊 首先說一下多士的質感 我覺得它不是脆的 是很韌的感覺 而那個山葵沙律醬 就吃不出有山葵的味道 不過留意一下 其實咖喱和甜點 裡面會有六款 是可以給你無限補充的 好 剛才那款多士就一般 我試試另一款多士 這個多士就是 麥土龍蝦沙律奶油多士 我看到這個多士是厚一點的 反而這個龍蝦多士是好味很多 因為它的多士是有少少脆脆的感覺 而且它上面的沙律醬 因為它有加了少少綠土 所以它會甜甜的 而龍蝦肉就不至於很粗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比起剛才那個大蝦多士 好吃很多 這個檸檬塔的尺寸 就會是小粒一點的 但是它的味道 我覺得調教得不錯 因為通常吃這個檸檬塔 會是很酸很酸 但這個是酸 但酸得來不是過份酸那種 我試一下這瓶餅 看下去好像挺吸引 這瓶餅挺有趣 還挺好吃 有少許朱古力脆餅 口感咬下去 脆脆的 而裡面有少許奶的感覺 但最重要是它非常夠冷 它的入口是甜甜的 但也會帶朱古力的香氣 是挺好吃的 我試一下柚子芝士蛋糕 有些味道非常強烈 而它的芝士蛋糕 因為它的溫度 是挺微微的冷 所以不會太膩 加上它的芝士蛋糕的質感 不會太黏牙 所以我覺得這個柚子芝士蛋糕 是挺好吃的 試一下這個乳至抹茶蛋糕 這個蛋糕的尺寸 光光好 對於我來說 絕對是可以一口一口 而這個乳至抹茶蛋糕 我覺得它的抹茶味非常強勁 蛋糕的質感都很鬆 我喜歡這個乳至抹茶蛋糕 是挺好吃的 這個是松葉蟹肉沙律 配墨西哥薄餅 聽名字就挺特別的 上面其實也有很多蟹肉 其實蟹肉是挺好吃的 而且份量不會太少 但問題就是在墨西哥薄餅上 有韌又硬身 那個質感就一般 順便試買一個煙三文魚酸忌廉 上面就會有一個沉龍魚子 魚子只有四顆 好 這樣試試看 外面那個沙律 我最初以為是軟的 但不是的 有輕微也有些脆的 裡面其實會有些忌廉 然後還有煙三文魚 包了忌廉 煙三文魚的份量多 所以這個也挺好吃的 好 基本上我大致上 略略介紹了裡面的 鹹點到甜點 我們要繼續吃 因為這個時間只有兩小時 我們還有一小時 我們要繼續 邊吃邊享受這個海景 待會我們出去再做個總結 我們就已經吃完出來了 先說價錢 價錢就是590元 一位再加一 先說決定 我覺得缺點其中之一 就是食物方面 它有些批 例如咖喱批 還有一些甜品 我覺得它味道一般 你至於好經驗 就說很好吃 這隻 但好處方面也挺多 我覺得 首先講一下環境 因為我覺得它桌與桌之間 不會太迫的 還有這裡空間感是比較大 所以坐下去也很舒服 另外第二 我覺得這裡的服務態度是不錯的 經常都會看看要不要加水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好處是甚麼呢 海景 還有 它有六款食物是可以無限補充的 其中最重要是它有些鹹點可以給你補充的 但是也說了 如果之後不是很多人的話 其實可以讓你繼續喝下去 不會趕你走 我覺得非常棒 絕對可以讓你慢慢 邊探查邊欣賞海景 邊在這裡吃的食物 我們最後給我一個分數了 好 Cafe Ai 推介指數 85.6 90 因為海景真的很吸引我 是的 唯一扣分的就是 有些味道不太好 其他都不太好 如果大家喜歡其他贊號分享 喜歡訂閱我們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 另外可以把你們覺得的邪惡美食放下去 我們可以的邪惡美食關注到 所有的訂閱都放在下面簡介 另外我們本星期二五晚上十點出片 下期再見 拜拜 大家又猜猜我們下期去哪裡吃